前文在族 书接上一会 话说昨天讲到 秦一行就昏了 不省人事 臨昏之前 他又指指我手机 后来我就想 他是不是意思叫我和袁震联系呢 虽然我和袁震不是很熟 但是来到这个人生不熟的地方 也没什么办法 硬着头皮 给了个电话袁震 袁震就告诉我们 不用怕 他明天就会赶过来 到了第二天 袁震果然就来到宾馆找我了 我猜不到他的行动这么快 问他才知道 原来他本来是打算去隔离的城市看屋宅 那边有一间宅 前一段时间刚出一事 正想要出手 他收到消息 打算提前去考察一下 谁知道接到我的电话 所以考察完之后 就马上直接过来 于是 我带袁震去医院 看了看巡一行 袁震围着病床转了一圈 也非常疑惑 最后告诉我 现在他都不敢确认 究竟巡一行是犯了什么 不过 现在将他马上接出医院 就是当务之急 因为医院里面阴气太重 万一被小鬼冲了阳气 那就更加棘手 我经他一提醒 想想又对 于是两个人 就为了秦一行 办出院手足 就继续把他转回到宾馆 那我和袁震 在宾馆里面商量了一下 这个时候 我才第一次 告诉他 我们去这个宅的细节 袁震听了之后 就更加疑惑 就说 这个宅的消息 他从来真的没有收过 不过以他们两个本事 即使医好之后 都不要再回去那间宅了 要先想想 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如果找不到新的方法 再回去都是浪费 是吧 就这样 一过又过了三天 我们两个人 依然是束手无策 最后袁震提醒我 说他 都是听说过有一个办法 他估计秦一行 这个症状 好像被阴气冲了身体 压着他的脈絡 那听人家说 只要找两支 不知谁家结婚点过的大红烛 回来 回到屋里点着 然后烧些向日葵的叶 说不定 就可以把阴气冲散 这个办法 他只是听回来 并不保证一定有效 不过 至少可以值得一试 于是 我就专程出去四周围打听 哪个家人刚刚结完婚 有没有蜡烛症 但是 现在人的婚礼 多数都是西式的 所以这种红烛 其实真的不容易找到 最后 终于被我找到一家人 给了人家一封五百元的礼士 才把红烛拿回来 至于向日葵的叶 那就不难办 但也浪费了不少时间 等两样东西都湊齐 又过多了两天 事不宜迟 至于当晚 我就点着了一支红烛 然后一片一片用火 烤向日葵的叶 这种向日葵的叶 本来水分是很充足的 所以要烧着它也不轻易 等到一片叶烤完 那支蜡烛已经烧到七七八八了 而且屋里面 也都闻不到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唉,我有点失望了 但是依然是不甘心放弃的 因为违今之计 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 那就索性 把所有向日葵的叶全部敲光 但无奈秦一行 依然是毫无动静 唉,到了这个时候 我和袁振都有一些垂头丧气 因为这样一来 我们只能够带着秦一行 去找一些董行的人看 但是在这方面 我并不认识人 袁振也没有什么人蜜 这下就真是彻底没办法了 见到秦一行 没有要甩醒的意思 袁振就说要先回房睡觉再说 为了方便 我们开了一间三人套房 在外面加两张床 里面就是一张床 袁振就躺在里面 等到袁振刚刚入里面的时候 我就想着再过去看看秦一行 再多看一眼我就睡了 但想不到 我刚刚走到秦一行的床边 哎呀 他忽然间伸手出来 拉着我的手 跟着跟我做了一个 嘶 这样的手势 跟着指一指里面那间房 咦 原来秦一行 是炸死的 那他是什么意思呢 指指里面那间房 嗯 嗯 我都被他吓了一条 当时我差点叫了出来 但幸好他熟得快 于时又勉强把声 压在喉咙中 哇 这么说话真是很辛苦 但见到秦一行的意思 就是不希望被袁振 听到他醒的动静 所以也不敢默默然开口问他 只是用眼神咨询一下他 喂 究竟是什么回事啊 跟着秦一行在我库袋里面 拔个手机出来 然后小心翼翼地打了一行字 给我看 哇 那行字很简单 七个字 这个屋子里有东西 他所指的东西 再明白不过 好歹这间屋里面 现在灯火通明 秦一行又分在我眼前 我都不是那么害怕 然后用手机 又复回韩字给他 这事怎么回事 秦一行看看手机 拎拎头 又递给我四个字 支开圆阵 噢 即是他想叫我洗开圆阵 是吗 我掌握我的头 表示我明白了 接着他又闭上眼了 洗开圆阵 用什么 这个时间 人家早上床睡觉 我想了半天 也偏不到一个像样的理由 差不多过了十五分钟 我想到头有点大 猜不到这个时候 圆阵刚好换好衣服 在里面走出来 嘿嘿 他跟我说 整晚在里面屈住 好满 想出去酒吧街 走回转 你去不去呀 哎呀 我正在烦 不知道拿什么藉口 洗开他 行了行了 你去吧 我不去 我很累 我要先睡 那临走 我还叫他 注意安全 不要喝那么多 小心 好了 等到关好到房门 我即时走过去 扔了秦一行一拳 欺有此 你个臭佬 人黑人 没有弱衣 你炸什么死 你扮什么死狗 你这么好演技 去做金马影帝一笨 秦一行即时就说 哎呀 不是这样的 演什么鬼技 初期的时候 我真是暈的 我知道什么回事 在那间站里面 冲了阴气 被他遮住我的眼睛 出来的时候 走得又太快 一个不小心 砍到一幅墙上 那里 就起了个洞 哎呀 那我就奇怪了 好地地 无端端 为什么会冲了阴气呢 秦一行秒秒的嘴 就告诉我 原来当时 他将自己困在一个衫柜里面 因为他在门上边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他的语气还是很神秘的 我就连忙问他 怎么奇怪呢 但秦一行就不肯告诉我 而是跟我说 那样东西说出来 不是那么好形容的 简而言之 就是有一个地址 啊 门上边有个地址 他这样说我听得更莫名其妙 接着就问他 哦 那地址是写着什么地方啊 秦一行拧拧拧的头 看他的样子 还是不想说 只是指指到门 说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原阵现在呢 就已经是去那间屋的路上边了 他骗你去酒吧 别傻了 他肯定去那里找那个衣柜 是的 秦一行一点醒我才醒起 是的 刚才他说这个屋里面有东西 喂喂 那是什么东西 秦一行吃一口烟 接着告诉我 嘿嘿嘿 我为什么叫你洗开圆阵呢 其实就是因为 那样东西 就在圆阵的身上 至于那样具体是什么东西 我都搞不清 反正不是什么干净东西 说完他就问我 喂 为什么你无端端找圆阵过来做什么 蛤 你傻的 蛤 原来我会错意 秦一行的意思 不是叫我叫圆阵过来帮忙吗 哦 既然是这样 那现在圆阵过来 那怎么办 会不会乱了我们的事情呢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转头回来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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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